十周大紅人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阿喜 林玉萍 在那個成為那個 好像很多人知道 你是誰 認出你是誰的 那个经历 那个感受之前的话 你有想过说 你会变成一个有名的人吗 有名的人 真的是 真的没有意想到 我小时候有想过 要当什么音乐家 就是最崇拜的人 是莫加特这一类的 但是真的没有想过 自己会变成 大家认识的人 或知道的人 也许比较像是 误打误撞的方式 让你有了知名度 演戏这件事情呢 也是有人找你 但是你其实 你也是没有基本功 也算是有点误打误撞 被推去演戏的 那个时候都是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说 比如说大家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爆红期 然后那个时候 我老板就有跟我说 他说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时候 这就是一个甜蜜期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这么幸运 有这么多工作 你要很珍惜 可是那时候 刚开始真的不懂啊 我从一个学生 然后只是因为打打工 然后进了 真的进了这个行业之后 发现原来不是我可以附和的 不管是生理层面 还是心理层面 你是一个喜欢成为焦点的人吗 我发现我其实不是 我是很喜欢一直 把焦点丢出去给别人的人 因为刚开始 我发现我做 比如说唱歌 然后我也是了主持 然后也是了演戏 然后因为演戏的时候 是大家分散的 有不同的重点重点重点 这个时候镜头在你身上 这个时候在他身上 大家身上都是有戏 是一个流动的感觉吗 就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舒服自在 那如果是像在主持或众议的话 如果是一个访问的角度 你要主key 我主key的话 我又紧张说 我会不会让别人消失的太多了 会忍不住说太多 你现在会希望把你的电量 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把它放在哪个 你的工作的领域上面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因为我自己之前做了比较多 然后跟我在大概五六年前吧 反正在从接三人行不行 这个舞台剧之后 我就觉得 我需要把我的重心 放在演戏上面 因为这件事情 才是可以让我得到成就感 跟让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但是我后来发现 有一些事情不是你自己 就是你做得来的事情 跟你能做的事情 真的不太一样 你有很认真地探究过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吗 就是你天生一直以来 就是这个样子 没法度 我觉得可能是 所以我要更接受自己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Basmo lang periods的时间 正常的时间 跟我们的心股 법ically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欣费